微信语音怎么转发给别人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直接按住语音是没有转发功能的 那其实微信语音只要通过一个小技巧就可以转发给好友 只是很多人还不知道 今天妙专姐就来把这个技巧教给大家 方法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按住要转发的语音 然后点击收藏 再返回首页点击右下角的我 点击收藏 点击刚刚收藏的语音 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选择转存为笔记 然后再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点击转发给朋友就可以了 这样朋友就可以听到你转发的语音了 另外我们长按语音 选择多选 还可以同时选中多条语音一起转发 不过目前这个语音转发技巧只支持安卓手机 现在妙专姐再来教大家苹果手机的语音转发技巧 首先我们打开设置 然后点击控制中心 找到屏幕录制 点击一下前面的加号 这样我们再回到微信聊天界面 然后下拉苹果菜单 点击这个原点 然后把要转发的语音播放出来 播放完后点击左上角的红色计时 这样我们就把刚刚的语音录屏了 现在就可以直接把录屏转发给好友了 虽然苹果手机的转发不如安卓手机的方便快捷 但在关键时刻要转发原声语音的时候还是很有用的 那之前妙招姐还和大家分享过微信设置小翅膀倪称的方法和微信长按两秒的隐藏功能 大家只要微信公众号搜索妙招姐 然后关注或回复倪称和隐藏功能就能看到哦 除此之外 大家关注妙招姐还可以看到600多个实用有趣省钱省店 蝙蝠维保和各种手机技巧的小妙招 要是你觉得今天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就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吧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还有记得在下方点赞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